喜歡需要頭腦運動的推理遊戲嗎 由香港獨立團隊開發的小林正雪續作 《抉擇之禍》來囉 在本作中我們將繼續扮演刑警小林正雪 追查一宗宗的懸疑案件 透過調查現場的蛛絲馬跡 詢問證人和嫌犯 收錄各項證據以公辯論之用 而有趣的是這次的搜查中 甚至還有需要玩家輸入關鍵字 才能夠打聽的情報喔 辯論對決中 等要在時間用完前提出適當的證據 好撥倒對方的質疑 但要注意 不只是時間會緩緩流失 如果漏點了不時出現的炸彈 也會大量損失時間喔